地震中心统计资料显示 17号凌晨有感地震 至少只有四起 6点32分还有19分 4点41分和3点27分 镇央都在花岭一栏附近 这几天不断摇晃 电中心最新统计 0403余震数量截至周六 早上10点25 一共达到1655个 如果单算周五早上7点35之后 也就是规模6点3之后的地震 一共就有18个 其中三起以上就有6起 中央大学应用地址研究所教授 李希提示警 1920年琉球海沟发生规模8强阵 1815年也有类似强阵 以周期推算很可能 2025年再发生强阵 运气好可能规模8 运气不好可能有规模9 但也有专家认为 琉球海沟在日本7.1地震距离 非常遥远离我们时间 也会在更久之后 前电中心主任郭凯文认为 台湾新地震时代要来了 余震不断引量成灾害 在周六早上9点半左右 台铁402车次 泰鲁阁号 在东里到竹洞之间 撞到一颗约足球大的石头 司机员下车查看 发现辅助排障器歪斜 现场停留9分钟之后 慢速行驶到复离站 恢复正常行驶 查看已经没有其他路线障碍 已经通报路警 还有相关单位 再到现场查看 TV新闻告诉了 曹正人台北采放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